好,那么这堂课我们来学习 autoreleasepro自动释放词 首先我们了解什么是自动释放词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项目 那我们之前呢,在mail函数里面可以看到这么一串 一个add关键字开头,然后autoreleasepro 给花过后,送过后 然后我们所有的代码呢,一般都是写在这个 两个花口之间,对不对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把所有代码写在一个自动释放词的这一个花口里面 让系统呢,去帮我们自动回收这个内存空间 那么什么是自动释放词呢 它就类似一个,花口之间呢,就类似一个这个水池或者一个池子 那我们把所有的对象呢,扔在这个池子里面 让系统去帮我们把这个池子回收之后 去回收我们的内存 或者说是释放了我们的内存 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自动释放词 那么在Xcode5.0之后呢,推荐自动释放词的这种写法 就说以一个add关键字开头 add打头,然后一个autoreleasepro关键字 比双花口后扩起来的中间的部分呢 就写在这个内存放词里面 那么过去我们都是这样写的 那么其实呢,我们在之前呢,也有这种写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手动的去创建一个auto-releasepro这样一个类 这样一个类的一个对象 比如说pool 它可以通过一个实力化一个这样的一个auto-releasepro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pro-release这样一个方法 把所有的代码写在这中间呢 这两个中间呢 其实和之前这个花口里面的效果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方法呢 是双花的5.0之后推荐出来的 这种方法呢 是我们最原始的一种方法 手动创建一个这种释放词 那么这种方法的灵活性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同时创建多个这样的这种释放词 比如说auto-releasepro pro1 它可以创建多个这样的释放词 然后呢 可以通过pro1的这样release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又可以写靠 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先后释放的一个顺序 那么你首先创建的一个释放词呢 它会被压在一个站顶 那么最接近最最上面的一个站顶呢 的内存呢 会首先被释放 好 这是我们的额外知识 那么好 我们这段课要讲了 就是自动释放词 那么自动释放词 它是一个怎样的运行一个机制呢 好 我们首先还是来建立两个类 我们来讲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还是建立一个dog类 那么dog类中呢 我们给它定两个属性 定一个属性 比如说定一个 int类型的一个id属性 我们定一个属性 然后呢 我们写个property int id 在.m文件中呢 我们去生存size id 等于下滑性id 然后呢 我们写上它的第二个方法 这里呢 我们先输出一句 比如 dog 我们输出id 秘词 但是 我们把这个id存过来 好 然后呢 我们调用它的复类方法 sable.dl 这是我们一个dog的一个类 同样 我们再去建一个 开始 这样一个类 创建一个pathon的 这样一个类 好 那在pathon这个类中呢 我们需要有一条狗 能 它用一条狗 我们import dog给下去 然后呢 我们需要 创建一个狗 这样的一个对象 比如说dog 那这里注意呢 我们之前写的 property 对不对 我们之前这里是什么 写个stion 比如说nsgen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 自动释放 就是手动 就是系统帮我们自动 就是叫做ARC模式 对不对 自动引用技术 ARC模式下 是这样写的 那么这个stion呢 它只适合在ARC模式下的一种 关键值 那我们 之前这样写的话呢 其实它是系统会自动帮我们匹配 生成这一串 你就说 sensize str等于下方 str 然后呢 还会自动生成什么 get set方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就写起一个set方法 会自动生成 set str 这样一串方法 然后会生成什么呀 str等于str 这是系统帮我们生成了一系列方法 那么这样写的话 这是在 自动是自动那种管理里面写的 ARC模式下是这样写的 是无误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学了MRC模式之后呢 这种写法其实是错误了 对不对 是有会产生内存泄漏的一种写法 那么我们MRC模式是怎样写的呢 我们把这个平不掉 这个也去掉 MRC模式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使教呢 直接改成Liton Liton是什么意思呢 Liton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Dog改成 只要这样一写呢 那么同样的 在MRC模式下呢 系统就会帮我们生成这样一系列 这一系列呢 系统都会帮我们生成 比如说Dog 等下方式Dog 以及 会帮我们生成什么呀 会帮我们生成这个set方法 setDog 比如说setDog 这里面呢 会帮我们生成 我们在 MRC下的一种经典写法模式 什么呢 一负 下方式Dog 不等于Dog 那我们呢 下方式Dog呢 会自动掉以一次 release方法 对不对 然后 把这个新传过来的Dog呢 通过Liton一次 复制给我们的下方式Dog 这是我们 MRC模式下的一个经典模式 经典写法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不需要写了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观点字改成Return 也就是说它自动会去理称 就这种纪念的写法 这是我们在 MRC模式下的这种写法 好 那么我们来 我们在点Main函数中呢 我们去 Import Pathom 然后呢 再去 Import Dog 这样 我们在这个两个 试用采放词之间呢 我们去 实力化一个Dog 比如说我们去实力化一个Dog 那么 Dog呢 我们等于Dog lock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Dog的ID呢 我们给它复制为1 然后我们再去实力化一个人 所以我们这里 可以通过Pathom lock 我们能呢 去调用它的set方法 setDog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Dog能传给它 其实这里呢 我们通过Property 在属于设置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点语法 比如说Pathom -Dog 可以直接等语到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是要遵守我们的黄金法则 要的Dog进行release 对不对 那么好 同样的 我们在点M文件呢 这个狗呢 人类的这个M文件中呢 我们也要写上我们的一个 7个函数 因为人呢 也可以被销毁 那么我们这里呢 也输出一次 Slog Slog HumanPerson is that 好 然后我们呢 调用我们的Foolay Dialog方法 好 我们回到点M文件中来 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Dog的引用技术器呢 这个时候 Alog的时候呢 是为1 对不对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set方法呢 这里就为2 那么再调用release方法之后呢 就还为1 那么我们可以去输出一下我们的Dog的引用技术器 比如说百分之RD 这里有一个Dog ReturnCard 这个是信 对不对 这里可以输出一次 比如说我们这个 21 等于 那么这里通过负质之后呢 我们R2呢 肯定就是R release之后呢 R2 R3呢 就等于1 那我们可以去 可以打印出来 121 没错 这是我们之前的一种写法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 我们在这个 Dog.lock里面呢 我们这样去实体化 我们把这个放到一个AutoRelease ReleasePool里面呢 这样去做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如果在这里的话 运行 程序运行到这里的话的话呢 我们有可能就是说 P1呢 它的引用技术器为1 Dog的引用技术也是为1 是不是 那么 如果我们不去手动的销毁它 就是说 我们不去掉Prelease P等于2 这种方法 或者是 然后是DogRelease Dog Dog 等于你啊 这种方法的话呢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是不会销毁 能存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不会掉用Dog的方法 那么我们把它屏蔽掉 我们在这个Police后面 我们再去说说一句话 比如说 Pool DogRelease 就是说 我们在这后面再去打印 一句话 就是说 自动释放词已经释放完了 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打印说了 Pool DogRelease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P3 P1还是1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们自动释放词 到底它做了些什么 既然Pool DogRelease PoolRelease 那我们这里 调用一个 Pool等于Near 属性 因为Pool它也是个对象 我们对它Release 我们需要负责为Near 也就是这个 我们这里呢 虽然有了PoolRelease 这个对象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做的话呢 其实 我们这个对象内存 其实并没有去销毁它 对不对 因为我们虽然把它扔在了自动释放词当中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告诉这个狗啊 这个对象 或者说 人这个对象呢 需要被我们的自动释放词来调用它去释放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法 比如说这种方法去释放 这种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Dog方法中呢 其实是打印了狗和人是被释放了 就是说已经销毁了 那么我们不这样调用的话 那我们会生了什么情况呢 我们不这样调用的话 我们也要通过自动释放词去帮我们释放 那我们怎么做 好 问题来了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两个东西呢 扔在 把这个代码呢 扔在这个自动释放词这两块之间 然后呢 对我们每一个对象出自化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写上autorelease 比如说人呢 我们也释放的时候也写上autorelease 那么这样一做呢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个对象在生成这块内存空间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交给我们的自动释放词去管理了 我们不去手动管理它了 我们让自动释放词去调用 去系统帮我们管理这个内存 那么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会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那我们会看见 当我们的这个porelease一调用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对象passion也会被杀死掉 tug呢 也会被杀死掉 然后告诉我们poreandrelease 也就是说呢 这个自动释放词呢 你只要把它放在这个代码呢 放在这个自动释放词之间呢 这所有的一个对象呢 只需要告诉他 你这个说此话的时候呢 让这个自动释放词呢 去帮你管理 那么在你这个对象呢 在这个poreandrelease之前呢 它就都会通通帮你销毁掉 好 这就是我们的自动释放词 那么这是我们过去呢 过去我们写自动释放词 是这样写的 那么 现在5.0之后呢 其实我们所有的自动释放词 都是这样写的 当然这样写呢 也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并存的 多个autorelease pool 都可以 每一个pool在销毁之前呢 它都会把它里面的对象呢 先销毁掉 然后再去销毁自己的pool 当然你这种写法都可以存在 可以并行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 你这样每次这样建立一个自动释放词呢 它其实只是往我们内存里面 积压了一个这样 这是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呢 就是一个自动释放词 这个自动释放词 什么时候release掉 那么这一块空间就整个给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种中可以创建多个这样的并列的一个空间 包括这种创建方法 和这种创建方法 这就是一个自动释放词 那么问题就来了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啊 要通过这种方式 自动释放词方式 通过一个for循环 for循环怎么呢 我们可以创建100万个对象 i小一 100万的对象 那么这样是不是合理呢 比如说我们这里创建100个dog 然后dog 然后dog in each 然后呢 调用autorleus方法 也就是说这100万个对象啊 要 比如说这里创建100万个这种对象 或者不止 100万条口 一直在创建 创建 创建 那么这个自动释放词里面 空间是不是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效率是不是相当的缓慢啊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自动释放词的一个弊端 因为自动释放词 只有当你这个对象不掉用的时候 不用的时候他才会去释放 那么你这里一直在循环 一直在创建这个狗 那自动释放词以为你这个狗一直还在用 一直在用 一直到你创建完100万条狗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内存已经好紧张了 那整个性能就非常的缓慢 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动释放词的另外一个弊端 它和我们手动管理不一样 那么我们手动管理就是说 当我们加完一条狗 一两狗设置为狗的时候 我们就立马对它release操作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手动管理 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是什么呢 手动释放和自动释放结合使用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之前这些课程里面讲到的 在学习 那个 我们第一堂课讲到那个自动释放的时候 黄金法则的时候 会讲到 哪里掉用了 我们一定要对release 最后一个 当只有当我们最后一个person不掉用的时候 才用autorelease 这样去操作 好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自动释放式的一个运行机制 它其实就是说在内存里面分配一片一片空间 然后这边空间里面可以装我们一些对象 当我们这个池子要收回的时候 它会顺带把我们里面装着一些对象一起收回 这个机制呢 其实比起C语言里面的纯手动的一个内存管理 稍微灵活一点 但是比起Java里面那个纯系统管理内存呢 又会更反应更缓慢一点 所以它这个自动释放词呢 其实 居中在我们的纯手动和纯自动之间 属于一个比较中间的一个产量 好 那么自动释放词呢 这段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感谢大家